由美國政府的高級官員在7號透露 拜登政府上週是叫停了 一批羽毛以色列的武器 以表達美方反對以軍進攻拉法 對此白宮和五角大樓 是拒絕作出評論 這名官員表示 這批武器包括1800枚2000磅重炸彈 和1700枚500磅重炸彈 美方擔心這些炸彈 被投放到拉法人口稠密區域 但是尚未決定如何繼續 向乙方輸送這批武器 這名官員還表示 在乙方傾向於進攻拉法以後 美方就開始仔細審查 對乙方的武器運輸計劃 另外有知情人士透露 這批武器包括波音公司生產的 聯合直接攻擊炸彈和小直徑炸彈 已經被推遲運輸至少兩周的時間 這也是去年的10月7日 尼哈衝突爆發以來 美方首次暫停向以色列運送武器 原來我們還會進入 再次美方排 最終的一個 溫度後 所以在比核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